我们要带给大家的仍然是一场精彩的超级战 男子7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之战 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两位选手 分别是蓝方选手来自罗马尼亚的克劳迪欧 科比亚努 让我们欢迎红方选手龙卷锋 我们下期见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蓝方选手来自罗马尼亚的克劳迪欧 科比亚努身高170公分 年龄26岁 职业战绩28胜4负 8次击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170cm tall Age 26 He's record 28 wins 4 losses and 8 kills Tonight,Fighting out of the Romania Claudio-Cobbiano Welcome 红毛选手身高168公分 年龄30岁 职业战绩九胜四负 拥有一身完美的肌肉 擅长地面杂棋 打发凶悍 昆仑爵明教 Introducing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68cm tall Age 30 He's professional record 9 wins 4 losses Please welcome The Tornado of China 欢迎我们中国的龙卷风 袁锡波 有请场上裁判 唐红涛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下面进行的是 70公斤自由搏击的超级战 是由红防选手 来自中国的袁锡波 所以来自罗马罗马尼亚的 Claudio 比赛马上开始 好 现在看到我们颜希波波哥 非常有一个人员 在他之前本来是打自由搏击的选手 因为他觉得身体比较壮 比较有力 去改打MMA 结果就是比较不幸 两只手各中了好几次的一个昂霸 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右手带着护具 就是被MMA做出来的一个伤痕 就是在MMA被十字顾了 手臂十字顾 所以手臂有些受伤 被拉伤了 所以他改打 现在改打自由搏击 使用今天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那他的对手 罗马尼亚的Kobiaru 也是一个坦克型的选手 双方力量对力量 对对 力量对力量 对方其实KO率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的波哥今天要小心一点 Kobiaru 你看采用主动的 压抹和拔法 好 我们的野牛波哥加油 肌肉型的选手要懂得肌肉放松 有时候肌肉太紧绷的话 反而会让自己力气消耗的太快 对 要小心一点 这个波哥的 好 龙峰 杨夕波加油 杨夕波加油 我们看一下波哥 不要再角落 往前冲 还有袭击啊 不要问了 波哥 这怎么回事 这个应该可以站起来 应该可以站起来 对 站起来 哎 你的腹部是有点问题 好像是被打不到腹部是不是 但是应该被人家打 然后注意防守 对 不要被吃进来了 对 先撑过这一回合 对 撑住 撑住 你可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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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把手拿起来 他把手拿起来 我这超级战 所以他会有第三次的一个图秒 对啊 波哥 加油 他自己在微博上有讲啊 这个做一个伏群运动员啊 一年有365天是在伤痛中度过的啊 所以呢 他其实练习是非常辛苦 练习波的这个拳法也很重 实际上要打出自己的优势 实际上要打出自己的优势 对 但是没有打到空挡的部位 对 哎 希奇 又被打到一个迎击啊 哎呀 这个对方激高一筹 真的是 连续在腹部受到三次重击 可能是确实不行了 对 而且是直接 在对方打拳的时候一个迎击啊 非常的痛 站不起来 这个肋骨 肋骨 同一个地方被多次攻击以后 对 这个波哥我们赵宙要好好安慰一下他 因为他已经连续失利非常多次啊 因为他一直在伤痛中可能没有很好的这种恢复 对 然后他一直努力想来在这个擂台上的表现给大家看 对 他在失败之后都会到这个贴吧 去跟大家说这个道歉啊 但事实上他都有尽力的啊 没有一个选手啊 他是自愿想吃给别人的 而且是这么个痛 现在宣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经裁判裁定 蓝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分31秒 TKO获胜 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fighter 在祝贺我们蓝方选手获胜的同时 我们同样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红方选手 颜希波 因为他今天在场上的表现同样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顽强的坚持到了最后一课 有请我们的国际宝贝把奖杯帮他给获胜的选手 是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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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力量 是 我说我不是说我不是100%的准备了 在这场比赛 但是我非常愉快 我赢得快速 我认为我贵的比赛 我认为我贵的比赛 在这场比赛 是一位勇者 是一位勇者 我认为他没有太多经验 所以我认为这个比赛 再给我看什么手 还能够 是踢中了你哪个位置是吧 这个地方 好热